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不是你们所谓的 你们接下来的东西 你们太狗了 飞到香港 飞到香港 我相对是一个 比较早年出道的记者 无论新闻环境 及採访的方法 都是比较传统 今次整个反送中运动 立场新闻得到的注视很大 相对于传统媒体 立场新闻 无论是浏览量、市民或读者 反应都很强烈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去访问一下 立场的记者 究竟我们传统的媒体人 或者市民、读者 或者整个社会环境 如何看待记者的角色 会否访问这两位年轻的记者 我们会有些启示 各位立场新闻的读者观众大家好 警方又再释放多发的催泪弹 从高位置射下来 三点半,还有7000人在观众 很感谢你继续收看直播 很感谢你继续关心我们的香港家 今天找到你们两位 因为两位都是在立场做的记者 尤其是在反送中运动 阿康就是很多直播的手指哥哥 阿蓝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立场姐姐 其实直播,尤其是手机的直播 这个技术也出现了一段时间 但这次好像在一个运动中 被《立场新闻》发扬光大 你们的直播 为什么可能是松玉芒的 是低科技的,经常断片的 但一些传统媒体的 可能是很高清的 但大家都会回来看你们 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你们 用大机是没办法捐空捐压的 但大机的好处就是清晰、稳定 但我们在这个运动初期 资源依然是非常非常少的时候 其实我们差不多每一个直播 都是用手提电话 所以就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可以捐空捐压的老鼠仔 走来走去 那些人觉得有临场感 比较有亲历其境的感觉 我觉得跟这次的运动的形态 也很关键 很多情况我们的直播 真的做到我们要追着示威者来跑 或者是防暴警察推进 我们要跟他们保持同样的步伐 我觉得这种形态 反而适合小猫所说 需要灵活性极高的直播 好像康你带了一些帮助你直播的 虽然科技不是很高 但很有趣,好像有冰袋 这些网民起了我其中一个名字 叫做冰镇哥哥 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带一些 在家中准备的冰水 直播到差不多的时候 手机开始过热 会影响它的效能 可能直播会更窄 我在这个时候 会用水或冰袋阻振着它 令它在短时间之内降溫 10至8度 直播就可以继续好一点 我自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部电话 最多加了尿袋 有很多不同的设备当然好 但还是去到机动性的问题 但我的经验是因为我长期都要拿着 例如他们有脚架可以休息一下 我真的不太多 有时可能有三、四个小时的直播 人时的选择也会更快 所以公司不是说没有这些资源 但我们自己习惯了一个… 大家无论配备或旁述 都发展了自己的做法 因为直播而诞生了南长姐姐这个角色 就是这个运动上 尤其是早期是一个很受注视的一件事 不如我们重温那两条片 包括7月1日示威者入立法会 以及7月21日元朗的西铁站 你不幸地被襲击的直播 我们看看 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行动上来 因为我们透过Tagland 不知道有四个议事会留下 所以我们全部人一起上来 托他们一起走 他们不走我们都不走 我们托他们一起走 其实现在已经很接近12点的死线了 你们害怕吗?进来就出不去 每个人都很害怕 但还害怕明天见到他们四个 所以我们才一起走 当时其实其他媒体直播也有拍到 有些涉嫌大哥拍了很漂亮的照片 就是他们抬人出去的照片 但这个是由示威者自己去说 他们的行动 由示威者去解释这件事 首先他跟旁观的视觉很不同 很多人说她是16岁 有些人说她是14岁 其实我实际上无法檢查 我到现在都无法找到她 一个听声很可爱的小妹妹 很容易勇、很有意气地 冒着被拉的风险 都要进去救人 这件事和大家当日七一 未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对冲击立法会的行动 那个印象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这样才会造成大家有一个 这么震撼的感觉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后来为什么这段视频 大家记得《立场姐姐》 当然跟你比较激动有关 你想解释一下当时的情绪 为什么会哭 为什么哭 其实很简单 你在那个状态 他们真的会死亡 这里真的会… 可能在梁君彥的位置 就会… 幻想了这些事情 幻想了一整个钟 然后看到那一百人 进来,一起走 你立即得到一种放弃 这件事不会发生 今天大家都没事 一放,其实 访问开始之前 已经有些情绪 但大家注视了你本人 对,但我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后来知道 那个受访者是谁 那还是否注视我 这次的运动是无面孔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会觉得大家对记者的关注 其实是… 本身被示威领袖的关注 那关注一定会出现 那个情感的寄托 需要一个面孔 让大家认同 这个需求是有的 但示威者当中 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出来承载这股能量 而记者不能够面孔 记者一定是有名有姓 你可以查到我是哪个媒体 在这个情况下 那种关爱也好 那种支持也好 才会全部落在我身上 第二条就是在元朗 遇到白衣人打 打得主观镜也跌在地上 那种状态非常像视野 有声音,有整部机摔在地上 别人移动 而且可能打的时候 真的会看到有受冲击的状态 那个视觉和声音的震撼 是放大了我经历的事情 立场姐姐市外驱 有170个赞赞 下面也有很多对你表示爱慕 你怎样看那些人的反应 会这样,对一个记者 太受关注有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传播中介 大家真正喜欢 大家真正感动的是 我所拍摄的抗争者的精神面貌 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喜欢说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脱下口罩相见 其实我觉得这种对记者的爱 或者对记者的关注 也是一种中间过渡的事情 即叫他们不要记住我 但他们就是不断很想记住你们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 我想这种情绪是因为香港真的很绝望 基本的人权 看新闻或说话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都受到打压 但当他们发现现场有人 或者可以帮他们捍衛一些权利 例如所谓的新闻自由 资讯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些人真是… 我要支持他、保护他 我要爱他 我要请他喝东西 我觉得那个情绪是这样出来的 我叫阿康,在网上 大家说是立场哥哥的其中一位 我并不是读新闻出身 但进入了新闻机构后 就觉得在新闻机构里工作是很重要的 社会上总需要有一群人 在新闻机构很多工作 2015年后就认识了一位作家 他叫斯维·拉娜·历塞维琪 是一位白俄罗斯的记者和散文作家 他的宗旨其实也挺影响我 他的意念和宗旨就是尽可能去记实 尽可能去记录不同的人 不同的场面 他的记忆、他的故事 把他都挪裂出来 我叫阿蓝 现在是《立场新闻》的记者 他本身在大学是读英文的 2014年占中美发生的时候 有位记者叫张杰萍 他本身是大陆人 他当时在《纽约时报》中文网 写了几篇关于占领中环 籌备阶段的一些报道 我当时看了之后 我觉得非常震撼 而一位本身不是在香港 土生土长的记者 可以把香港的政治问题写得这么透彻 我非常佩服 其实香港需要这样的报道 既有脈絡,又有分析 大家是记者 但你们的个人性格 平时如果是传统媒体 就未必能表达出来 譬如阿康 你直播很有特色 你的手指又指来指去 对,语气也比较 会传统的记者轻松一点 我知道你很喜欢 站起舞舞台 或者香港叫洞督笑 喜剧 有影响到你的表达吗 绝对会有 想用一个大家都乐意接受的方法 当然是有一条界线 就是一些非常严肃的事情 一些惨剧 我不可以用这种态度去应对 无论是自身 还是在做直播的时候 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事情 我都可以用轻松的方法去表述 至少大家看完直播 已经很紧火 已经很紧张 希望我的直播 如果大家几个小时看着 是愿意看下去 是因为你觉得可以接受 甚至是因为你觉得情绪上 受得住,可以继续看 我希望能帮助这件事 还有立场直播的情绪 也挺创造的 是否有吹雷弹或开槍 你有吹雷弹 是,其中一个 他们叫我的番名是吹雷弹 警方举着一枝警告的旗帜 然后很快就放了很多颗催泪弹 那一刻我吹雷弹 人家才吹雷弹了很多声音 我完全自己也不说 主流的电视台 他们做旁述有新闻康 是 最后一句,我是不懂的 我也不懂,我做不到 我们不懂 可以用一种自证康员 即是中大新闻学院出来的 那种新闻康去做旁述 所以大家才那么容易认得 我们是谁打哪个 其实我不是读新闻出身 我也是入旁运的 你如何摸索自己 例如说什么,说多少 在情绪表达上 是很临场 而且其实我们… 例如我看到阿康的风格 可能大家会听得舒服一点 我们会相应地去调整 大围的交通交汇柱 汇船柱 这里是空洞区 你很喜欢这样用手指在这里 在这里搞 现场也有示威者对着… 你的手经常走出来 这个真的… 其他记者很少拿一只手 很惊讶,骂警员 很惊险 差点整个背囊被压 真是… 真是文明都能压碎 一滑下去明天不用开工了 我的背囊在宝林村 差点被火车滑爆了 这里就是一堆的催泪 催泪蛋放堤 这里是…这个真是… 传统媒体暂时还未用放堤 但是这个字已经流… 其实大家应用了很厉害 对… 对… 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股坏的变形 真是忠实地形容 地铁站的大堂 举起了警告吹淚烟的黑期 很大 我们做直播 很多时候,读者观众会留言 有些人查询,这里是哪里 有些人叫香港人加油 有些人叫记者走 就是担心我们的安全 我觉得最棒的是 他们很喜欢叫… 记者可否叫现场的人快点走 是很多这些,我心想 但我相信大家都认同 不是记者的职责 他们是喜欢你们有性格 他们是喜欢辨识到 你的个人风格 我个人认为跟互联网 那个社交媒体有关 就是个人化的问题 譬如你即使是一个户口 即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户口 你不会喜欢跟着一间公司 你喜欢跟着一个记者 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我们有否缺乏 到一些新闻很基本的原理 所以我也想问 你们有同事比较像广播风格 同事有点喜剧的风格 究竟这条线是怎样画的 你会认为怎样接受到 怎样接受不到 其实有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 就是不要选择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些很基本的东西 其实不是那么难去守 还有跟他们的说不说 那种事情是没有冲突的 我觉得在右碗画馆 有碟、有碟以外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可以在直播上发挥 阿南,你之前也曾经说过 发现这场运动 示威者有一种心态 觉得记者是… 当记者是自己人 例如问你 究竟是否记者帮示威者 顶住警察 是否要保护示威者 你怎样看这个有部分的示威者 认为记者是他们一部分 就是记者永恒的课题 大家都是… 如果知道你会写得好 知道你会写得正面 我当然会帮你 我当然会跟你朋友 否则你会质疑我 当然会跟你有距离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仅是这次运动才出现 有一次我去拍示威者挖砖 那次是非常早,14号 是立即被人骂的 而且那种被人骂的状态 是骂得我要离开现场 但之后还是有出那张照片 例如现场很多警队的警员 他们会经常说,你也知道 即是说,你快去拍摄那边 你不用常常拍摄我们 你拍摄示威者吧 示威者是否和平示威 他们经常有这些说话 但我自己觉得挺冤枉的 因为例如立场拍摄任何的 割砖、扔砖、放汽油弹 我拍摄警车的很近 这些我们也有拍摄的 但事后的传播程度 不是我们决定的 假设立场的读者 很多都是支持运动 他们看到他们喜欢的东西 他们会分享 越多人分享的东西就越多人看到 越少人分享的东西就很快去沉底 例如在马鞍山 大家知道马鞍山曾经试过 有几天有街坊有示威者围警署 其实我一直都是拍摄着门口 那些年轻人戴着口罩 如何撞、如何去喷嚣 警察清場的时候 我只是拍摄警察 大概20分钟左右 有个白衣的警官问我 你为什么只拍摄我们 为什么不拍摄示威者 其实第一,我不需要在现场 跟他们交代 他们那边拍摄太光了 但我也回答他 其实我今晚拍摄示威者很久了 我现在只是拍摄你一会儿 但可能真的有什么人看什么 他觉得我们是帮示威者 他一直有这个想法 出来的效果是知人想听自己的 你们怎么看传统新闻里的中立 客观、持平等 对你们来说是否重要 以及你们怎么处理 现场你不停拍摄不同的事情发生 其实每一刻都是新闻的判断 没有一刻完全是中立的 即是你站在哪个位置 你已经多久 很多人说直播即是等于真实 你们怎么看 一拿着相机 你一是一个拍摄者的身份 又要旁述又要等 你比拍摄效果更加顾现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自己很有印象 就是只要我一不做直播 我才能感觉到现场在做什么 如果我放下相机 走进小鱼仔当中 去听他们的讨论 他们的决策 他们决定转场的时候 那种讨论是否有机的 我反而觉得那些才是 所谓运动的真实 就算影片有拍到 大家是在历史当中流逝了 还有没有那么多人挖掘出来 流逝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要拿出来说的 就是其实我们… 虽然有很多媒体 但我们根本跟不上 运动发展的速度 以及根本跟不上运动的规模 所以香港媒体整体的中立 就是要透过不同的媒体 媒体之间的互保去达到 如果每个记者都可以在独特的范畴 可以转到很深入的话 我自己的选择会是 尽量呈现我看到的东西 拿出来 然后透过公共讨论 再去令他更持平和整个性 会比在我记者的这个层面 已经做了过滤 做了要中立客观持平的平衡 新媒体有很多素材 我觉得有好的地方 记录是可以无限的 但是人的专注力是有限的 而这个专注力会令到 某种程度 他们不想再用心力去理解 我觉得这个困惑 会令到现在的资讯爆炸 会令到有时真相 未必真的能走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